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仅仅飞上天空是远远不够的 这个宇宙的神秘大多藏匿在大气层以外的太空 但是当人类摆脱地球的桎梏 踏足光怪陆离的宇宙空间时 突然发现宇宙中似乎有些过于安静 此时一个念头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人们的脑海 在地球之外是否有智慧生命存在 如果有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而若没有 仔细想想 这或许更加可怕 有的话它们到底在哪儿 没有的话 我们就仿佛是飘在大海里的孤舟 这一切的一切不禁让我们心里一颤 这片大海到底有多大 宇宙大的无法用数字形容 这是一个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问题 根据目前最流行的理论 宇宙诞生于一次起点大爆炸 至今已有138亿年的历史 你或许会感到奇怪 宇宙有年龄 怎么可能是无限的 宇宙中最快的莫过于光速 光朝一个方向飞 总能飞到边吧 如果把地球比作茫茫大海上的一条船 科学家把天文望远镜转向各个方向能看到的最远范围 相当于一个巨大的球体 这个球体被称为可观测宇宙 可观测宇宙有多大 你可能不假思索地说 光速乘以宇宙年龄 直径就是276亿光年呗 这个答案貌似正确 但没有考虑到宇宙自大爆炸发生以来 无时无刻不在膨胀之中 在最早期的暴胀阶段 宇宙膨胀的速度还远远超过光速 最关键的是 宇宙膨胀是各项均匀同性的 即无论你在宇宙中的哪个地方 都会看到周围的一切 以相同的速度离你远去 好比一只蚂蚁 趴在膨胀的气球表面 把它换到气球其他地方 看到的景象没有任何区别 假设大爆炸发生时 有人站在138亿光年之外 举起手枪向你射出一颗光速子弹 那么到今天 它已经和你相距460亿光年了 那颗子弹永远都无法靠近你 反而离你越来越远 也就是说 可观测宇宙的直径 大约为920亿光年 这估计 可观测宇宙内 有2万亿个星系 就算人类现在掌握 光速旅行的绝界 由于时空本身在膨胀 我们能够到达的最远距离 也只有145亿光年 科学家通常所述的宇宙 指的就是可观测宇宙 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的部分 我们根本无从知晓 那么真正的宇宙 到底有没有边界 它是真的像我们所说的 无边无际 还是只是我们对其 极度辽阔的形容 假设宇宙是有限的 我们向某个方向一直走 总有一天能回到其别 朝一个方向使劲看 也许能看到你自己的后倒朝 对于大的没边的东西 要估量它的大小 首先得知道形状 对于宇宙的形状 科学家提出三种假设 有限的封闭球体 无限的马鞍形 没有任何形状 无限平坦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 弯曲的有限空间 就会看到远处的光线 互相靠拢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 反向弯曲的无限空间内 就会发现 光线彼此发散远离 而天文观测显示 即使极远处的光线 也不受任何干扰 沿着自己的初始方向 无限延伸 也就是说 我们所在的宇宙 很可能是无限平坦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宇宙空间区率绝对为零 NASA的威尔金斯微波 各项异性探测器的 测量机过显示 宇宙空间的区率 小于0.4% 如果我们由此断言 宇宙是有限的 那么它的范围之大 将超乎你的想象 半径至少是可观测宇宙的 250倍 铁机是可观测宇宙的 1500万倍 直径则是 11万亿光年 实际上 宇宙有多大 是个科学家也不敢再想下去的问题 宇宙大爆炸 是否只发生了一次 奇点是不是诞生于一片虚无 是否有无限多个宇宙 在不断碰撞中 重生回湮灭 也许这个问题 完全超出了人类的认知 对于我们来说 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 都没有任何区别